同時唯一手足 哥哥不斷釋淚 爺爺則是神情哀戚 因為無法接受白髮人 送黑髮人的嘴刑之痛 第一時間前往殯儀館 確認大體身份時 家人還得隨時在旁 關心他的身體狀況 強人悲痛確認弟弟身份 誠信下屬一行人 在殯儀館等待相宴 全程不發異語 就連好朋友也到場 感嘆年輕生命就此消逝 話都還沒講完 悲傷情緒又湧上心頭 輕有低調不願多談 這起因公殉職的意外 事發地點就在台南空軍基地 十四號晚上八點多 誠信下屍坐在拖車駕駛座的後方 查看裝備狀況 結果不慎摔下車 遭到後方電源車當場碾過 軍方還出動千斤頂 才將人給拖出來 緊急送醫還是宣告不治 根據初步了解 下屍的香驗結果 身上有好幾處部位 都有碾壓傷 如果骨折造成爐內大量出血 又發出血性休克 當場死亡 在擂胎上 以勝利者姿態 高高舉起雙手 二十二歲的陳姓夏氏 曾經是三大選手 在哥哥的影響下 讓他在一百零八年 決定從軍服役 兩年後也因為 在軍中的優異表現 被升為士官 後續除了配合憲兵及檢調機關調查以外 並成立了相關專案小組實施調查 共振平平擾台 恐怕造成國軍弟兄勤務繁忙 間接導致意外發生 還是地面拖刑作業SOP真的出了問題 希望相關單位 儘速調查 釐清責任歸屬 讓使者安息 也還給死者家屬一個交代 靜新聞林家宜 黃宇軒 方普風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盛敬美 靜好新聞